蒙恩典的经文是菲律比书四章八至九节 由我来奉读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阿们 接下来由清光畅士班通过视频显示 之后听主任牧师的视频正道 肉体的空缺 第四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以及全国制教会圣徒们 支圣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全体圣徒 知心电视的各位观众 今天讲肉体的空缺 第四讲 雅各四章七节说 我的家务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神正是期待我们变得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又在菲利比说二章十五十六节说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你既然是神 名副其实的儿女 不应该只是传讲福音 应当凭借你值得效仿的生活传福音 打造完全而毫无瑕疵的形象 赢得世人的肯定 让他们觉得你很优秀 值得学习 要做到这一点 首要的条件就是成就圣洁 若要成圣 不仅要拔除大罪根 连不起眼的瑕疵和污点也要去除 大家务必成就圣洁 为此我再通过多篇讲到 讲解有关肉体空缺的内容 肉体的空缺是指什么 大家现在可以说明吧 人在成长过程中 没能正常目睹 感受 实践等 没能完整经历到 本该需要经历的阶段 导致基本常识和肉体的能力缺失 以及在感性上离群所居的状态 统称为肉体的空缺 半句话说 一个人耳闻目睹 领受的知识缺乏 或者感受经验 实践等 经历缺乏的缘故 出现肉体空缺的现象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教养 移情能力 就是对别人心态和情感的共鸣能力 辨别善恶的能力 都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就没法分辨 要知道何为善 何为恶 才能分辨出这是善还是恶 并且要明白何为真理 才能正确地分辨出善与恶 我自从开拓教会 并不建议大家看世上的书 唯一推荐了一本书 《三国演义》 这是有原因的 从中可以学到智慧和明哲 善与恶 里面有背叛的 也有两面派 人物 德个人善变 做了决定又反悔 还能学到忠诚等等 他们的结局都符合自然规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背叛的结局特别惨 那变性的人也面临了悲惨的结局 大家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对照生理好而分辨 比如刘备 自玄德 被描述为红义宽厚德高望重 其实对照真理并非如此 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蜀汉 后来蜀国被毁在刘备手上 就是他一手毁灭的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看历史也是 我国高沟黎曾经有一名 有一名将叫做以智文德 算是高沟黎的最高将军 还有约恩盖苏文 我们就是这样学的 不过是高沟黎灭亡的 就是约恩盖苏文 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全是独裁者 连君王都怕他 在他面前不敢说话 最后他的几个儿子争权 导致国家灭亡 老师教我们他是个英雄 根本不切实际 看三国演义用真理对照 就可以分辨出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什么才是正道 辨别善恶的能力 坚守真理的意志力 节制能力 实践能力等能力缺失 上一讲给大家立决了 其中产生肉体空缺的原因 其中父母没能正确养育儿女的情况 亲爱的圣徒们 在人身上常见的肉体的空缺 都有哪些呢 情感和思考能力的空缺 与人交流沟通时的空缺 心态和行为方式上的空缺等 在很多方面会发现空缺 今天的内容和前期讲 稍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下面一起来逐一了解一下 首先请查验一下 自己与人交谈的方式 有些人讲话的时候 声音太大 特别激动 旁人听起来像是在吵架 发火 可当事人却浑然不觉 也有些人习惯性地 用教训责备的口气说话 这主要在从事教师或讲师等职业的人当中 比较多见 他们经常教导孩子 当面对同事或长辈时 也会习惯性地用教训人的口气 和命令式的态度对待 还有一些人脸上几乎没有微笑 说话时面无表情 不是故意对别人冷淡 也没有不高兴 只是那种令人感觉冷漠不苟的表情和态度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定型了 不容易改掉 不过只要努力 没什么改不掉的都可以改掉 另外 与人交谈时习惯性地拍拍对方 指手画脚 说话含糊不清 像是自言自语 话为含糊不明 上他们来找我 咨询什么事情 一家人来见我 一般都说得含糊不清 后半句说得不清楚 我只能听懂一半 一家人过来做见证 我只能听懂一半 旁边有人给我解释 也解释不清楚 我就说 我听不见您大点声好吗 那他会大声 但下一句又变小了 听不清楚 我们正道的主仆们也是 有的人化尾说得不清楚 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话头尾要一致 那么中间部分也能听得清楚 唱赞美也是 头尾要一致 当然有高音有低音 要把旋律唱好 可就是只强调前部分 后面就听不清楚了 听不清歌词 要把歌词唱准 才会让圣徒们蒙恩 要知道歌词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才会蒙恩感动 语速太快 感觉说话不耐烦 口齿不清 与人交谈时不看对方 东张西望 与人对话时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 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也是 这才是对人尊重的表现 人家在讲话 人家在讲话 你却看别的地方 坠率分散 东张西望 这是对人不尊重 没有教养 没有礼貌 一定要改正 与人交谈时不看对方 东张西望 没完没了地讲一些对方不感兴趣的话题 让人感到枯燥无味 没完没了地讲对方不感兴趣的话题 这也不可以 要注意对方的表情 觉得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如果他不感兴趣 就不要再说 转为别的话题 对方在讲话时 不等他说完就打断 只顾自己说话 或动用意念 答非所问等 均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应该听对方把话说完 但很多人喜欢插话 没有听到最后就 才下一句 他哪知道对方下一句要讲什么呢 只有说话的人 还有神知道 而他好像知道什么事的 中间打断 开始说自己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猜错了 对方要说的不是那句话 这种现象特别常见 要改正 这是非常无理的行为 对方说话的时候 随便打断 就会论断定罪 说自己想说的话 应该等对方说完再说话 可就是在中间插话 这样插话这是在冒犯别人 很不礼貌 有的人 根本就不给人说话的机会 说得滔滔不绝 我也见过几个人 和我对话时我只能听他们说话 要等他们说完 时间本来就不多 我还要等他们说完 不知道他会说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 哪能一直等下去啊 我只好打断 他们这样事里也没有觉悟 和别人说话时也这样 有那么几个人 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发现自己 一定要改正 只顾自己说话或动用意念 答非所问等 均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经常答非所问的人 一般都是心里不够诚实 有什么事情要隐瞒 所以才会答非所问 已经习以为常 自己感觉不到 大家普遍都在习惯性地 答非所问 没有几个人不这样 不多 答非所问也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这会让人觉得你对他讲的话题 根本不感兴趣 这是对人不敬的举动 不过有的时候不得不打断话题 情况紧急 应该抓紧时间说出要点 却长篇大论 空话连篇 如果遇到了急不可待的情况 却因不能打断对方的话 就强忍着 干着急 那么心里该有多么不快 所以不能因为我有话说 就只顾自己说话 还要懂得顾全对方的处境和状态 有些人说话太随便 没大没小 该用禁语的场合也不说禁语 自认为这样做事不分彼此 带人亲密的表现 但有可能让对方误解 该说禁语的时候不说禁语 如果两个人不是亲密无间的关系 或对方是比自己年长的人 理当注意言辞 与人交谈时没有证得对方的谅解 就随便接听电话 或看手机短信等举动 也要避免 特别是与重要人士交谈时 出于礼貌 应该把手机关掉 与人交谈时没有证得对方的谅解 就随便接听电话 大家到圣徒家里探访 这样在交谈时有人打来电话 就当求得对方谅解说 有着急打来的电话 我去借一下 这样要提前打招呼 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起来接电话 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应该打上招呼 就算对方是下属 也要求得谅解 这才是礼节式教养 在谈话的时候 看手机 看有没有来短信 不知道有多么重要的事情 那就要提前打上招呼 求得谅解 和领导谈话时 看手机短信 很不礼貌 即便有及时开机 如果没有和对方打招呼 就接听手机 或看短信 这就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这样不守礼节的人 在礼拜时间 也不关手机或铃声 甚至通电话 待人接物方面出现的空缺 在人面前 也显露为无理之举 因为平时有这方面的空缺 所以在神面前 做出不敬钱的行为 自己还不晓得 不知道自己在领导面前 多么没有礼貌 主仿佛人来探访 如果尊重主仿佛 就不应该做出那些举动 也有人在地铁或公交车等 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扯着嗓子通电话 影响别人 这也缺乏功德 说话要小声安安静静的 有的人说话声音特别大 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没有功德 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 也特别大声 很没有礼貌 应该把话筒贴到嘴边小声通话 这些坏习惯都要改 不应该扯着嗓子通电话 影响别人 祷告的时候也是 很多圣徒坐在一起祷告 那么急 就要注意 不要影响别人 如果把手这样举起来 手会碰到别人的头 对着对方不高兴 女圣徒们把头发弄得漂漂亮亮的 旁边的人伸手把头发弄乱 就觉得烦 没办法专心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 不要把手举起来 自己在家里祷告的时候 或者坐得宽敞的时候 或在别的地方祷告的时候 无所谓 但是几千人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祷告声音要好听 扯破嗓子大声 祷告好像生气了一样 这也是无理的举动 祷告声音要好听 大声祷告也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 大家在互相打招呼时 姿态是否庄重 声音是否清晰 打招呼的时候 要让对方听见你的声音 与人打招呼时 看似害羞难为情 说话含糊不清 勉强点头 会让对方觉得没有诚意 勉强打招呼 感觉不尊重人 就算对方是个小孩 也不应该这样 哪怕对待一个小孩 也要热情地打招呼 不应该随便对待 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反过来 点头哈腰夸张的公邀行李 这样很容易让人对方产生误会 感觉在奉承人 这也不可 不应该给人制造误会 为了表示敬意 出于礼貌是好的 但不应该做出过分的 夸张的举动 好像在奉承人一样 或在肃静的办公室里 遇见熟人就 倘若无人事地大声打招呼 让周围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这样会让对方尴尬 这是让自己的朋友难为情 你过去大声说话 别人都会看你 会说 让他的朋友真没有素养 这方面也要注意 打电话到别人家里或办公室 不先给对方通报自己的身份 就问这问那 不由分说 不停地讲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事情 也是有被礼节的举动 在公众面前讲话时 表情过于生硬死板 或总是用手去摸自己的头发和脸 这种习惯最好也要改正 与人交谈时 还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 经常用手摸头发 摸摸鼻子 摸摸嘴唇 祷告 为什么总是摸头发 有人在看你吗 祷告的时候 神在看着我们 有不少人在祷告的时候 这样摸头发 与人交谈时 经常用手摸脸也不行 坐姿 走姿 懒散不端正 也是个问题 平时要做症 要养成这种习惯 否则 等年纪大了 身体会出现问题 脊椎骨变形 坐姿不正 脊椎骨会变形 骨盆也变形 那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时候不知道 那个时候身体还好 到了四五十岁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就会出现症状 骨盆变形 脊椎骨变形 因为坐姿不正 所以会引发这些疼痛 到时候就晚了 当然接受祷告 就能恢复正常 但没有信心的人很痛苦 去医院医生会叫你做手术 如果坐姿板正 就没关系了 坐姿 走姿 蓝三不端正 走路姿时要端正 每个人走路的样子 都不一样 有的人走支子步 那有的人走八字步 还有很多 有的人来回晃动手臂 晃得厉害 坐姿 走姿蓝三不端正的人 时间长了到四五十岁 到六十出头 身上会出现问题 坐姿不正导致脊椎变形 骨盆变形等各种问题 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 身体好的时候也感觉不到 等到身体虚弱会有疼痛 出现问题 走路姿时蓝三不端正的人 等到年纪大了也会出现问题 骨头弯曲 变形 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脚步声音太大 或者拖着鞋子走路 这种现象还真不少 在走廊要穿好鞋好好走路 可有的人拖着鞋子 尤其能听到穿拖鞋 拖着走的声音 关衣柜门和抽屉时 太用力弄出大声或用脚踢 作为主的心腹 做出这些举动也不够完美 关衣柜门应该让开让关 有的人用力关上 发出哐一声 关抽屉的时候也是 开了之后用力推掉 就会响出声音来 又用脚踢门 有的人开门关门都用脚 有的门一踢就开 开一小缝 把脚伸进去踢一下就能开 关的时候又框一声 用力地关掉 摆弄物品时荒手荒脚 经常打碎或者弄坏 粗心大意经常碰伤摔倒 我们年老的圣徒们 走路要小心 免得磕磕碰碰 但很多年老的圣徒们 走路不太小心 劝什么也是 经常摔跟头 腿上骨折 骨头裂开 就来接受祷告 我经常叮嘱他们 上下楼梯的时候要小心 一般在家里 上下楼的时候摔跟头 我建议他们下楼一定要扶着栏杆 要么把身子侧过来 这样即使身体失去平衡 还可以伸手抓住栏杆 正面是栏杆 也不至于从楼梯滚下去 这样更保险 我反复地强调 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下楼那么着急 还摔跟头 女圣徒们也是 穿着高跟鞋 有时候地上有凹槽 走过去的时候鞋跟卡住 摔跟头 所以走路一定要小心 自己要注意 开关房门时弄出震耳的声音 惊动周围的人 走出房门后不关门 比如他去公司 一定要开门 关门 把门关好 去别的公司 进去之后也不关门 这样办公室的人会看你 房间也是 或者是去邻居家里 串门 在家里也是 门 进去之后要关 你进去之后要关门 但是 只会开 不关 这也是很大的肉体的空缺 抖腿 摇手指甲等 不良习惯也当改正 这样会变得更加完美 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要穿得体的服装 我们在万君之耶和华神面前礼拜时 理所应当穿正装 穿T恤礼拜 这在神面前是不敬的行为 男圣徒也要穿西装 不应该穿假裤 提摩太前说二章九至十节 又愿女人廉耻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正派衣裳 正装 穿干净端正的端庄的正派衣裳 不以鞭发 黄金 珍珠和贵架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应 这是敬为神 爱神的人当尽的本分 这次经文并不只是针对女性 而是针对所有圣徒 不是说要穿高档的新的衣裳 而是吩咐我们穿戴整洁 不愧于神儿女的身份 不注重卫生 身上意味扑鼻 穿戴不整洁会让人尴尬 香水 化妆品的味道太过浓烈 也会影响到别人 在餐桌上也会发现 诸多肉体的空缺 如果从小学会餐桌上的礼节 长大后就不会觉得难 但没有养成良好习惯的人 成年后想改正也很难 吃饭时 嘴角经常沾有饭菜 食物掉在饭桌或衣服上 即便是个人的餐具 如果食物沾得到处都是 别人看着都难受 这种形象也不够完美 满嘴食物说话 大笑 食物喷得到处都是 几个人一起用餐的时候 没有因何众人 适当调节进餐速度 一个人吃得太快或太慢 这也不太礼貌 这也是空缺 假如五个人一起吃饭 吃饭速度要差不多 其中一个人狼吞虎咽 把筷子放下来 其他人就不好意思吃了 或者四个人都吃完了 剩下你一个人细嚼慢咽 也不体面 所以五个人要互相调整速度 吃的时间差不多 用沾着食物不干净的勺子 咬大家一起吃的汤菜 看到自己喜欢吃的菜 就只是那一道菜 这都是失礼的行为 光吃自己爱吃的那一道菜 那一道菜很快就会吃完 不是吗 之后再跟服务员要 虽然是花自己的钱 但几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要样样吃 也要留给别人吃 你一个人全吃光了 别人吃什么呢 要学会观察范围 大家一起享用 在一些正规的餐馆 把鞋子脱掉 光着脚进餐 偶尔会有这种情况 正于长辈一起进餐 但因为有急事 也不请事就先离开 这类举动都属于恐缺 说到对长辈的礼节问题 希望大家对自己与父神之间的关系 也重新采验一下 礼拜必须从诵读使徒信经 到接受助导或共导主导文为止 完整地献在尊贵的神面前 坐在众多圣徒中间礼拜 或许会认为各自的行为和心态不易显露 神在用如火般的眼目 注视着众人中的每一个人 并悦纳每个人心灵的心香之气 如果想到神在看着你 你会在礼拜时间迟到 或还没有导完 主导文就提前离开吗 在外面聚会也是 总统主办国务会议 长官们可以迟到吗 举办全国道知识会议 请了总统 你还敢迟到吗 不敢 本来早上出发也来得及 但以防万一 前一天晚上过来住附近的宾馆 就怕迟到 开会期间来电话 或者有人约你出去 你能随便出去吗 绝对不能 开会的时候不敢出去 尤其有领导在场 更不敢了 跟同事们开会的时候 还能打声招呼说 我有急事能不能出去一下 如果领导也在场 就不能做出这种举动 不过有些人经常迟到 都习惯了 不收时间总是迟到 我们的圣徒们不应该这样 迟到的那个人总是迟到 还找借口 问他你为什么来晚了 就说因为什么什么迟到了 总是找借口 所以改不掉 没有歉意 迟到了就应该知道不好意思 迟到了就是不对 我错了对不起 下次一定会注意 这样诚心道歉 不过一般会说路上堵车了 没想到会这么堵车 做错了就应该认错 我下次一定要注意 这样才能改正 都不道歉 只是找借口 所以一直改不掉 又犯错误 不收时间 违约 有了一次两次 下次还会这样 这样下去就会失去信用 让人无法信任 礼拜迟到又还没有 供道主导文就出去 主导还没有结束就出去 这在神面前很不礼貌 用心灵和诚实做的礼拜 应该在末道前 宋导使徒进京十分钟前 坐下来末道 拜正好心态 向神祷告 之后全体末道 有的人迟到了 急冲冲地进来擦汗 这也不可以 并且一定要导完主导文后站起来 有的时候 导完主导文 尼西演奏 唱诗班唱诗 等他们唱完了再出去就更好 如果不早点去食堂排队 就要等很久 或者趁着人不多 早点上车站坐 说一声 神啊对不起 就先行一步 这样可以吗 敬畏神的心不是更重要吗 如果主人牧师看着你 你会觉得羞愧 不敢这么做 礼拜的时候打盹 胡思乱想 与旁人闲聊 吃东西等行为 也是在神面前羞愧的事 礼拜的时候打盹 听到心不在焉 胡思乱想 希望礼拜快点结束 我约了朋友 跟谁谈生意 我要回去看球赛 看棒球赛 就这样在杂念当中礼拜 就不是用心灵和诚实礼拜 对神特别不敬 这些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 拜托各位敬畏神 珍惜礼拜 圣过见任何尊贵的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